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波士顿新闻 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麻州向所有18岁及以上的居民 开放新冠加强针注射 民调显示 麻州州长贝克的支持率 在经济乐观的同时 热有上升 亚裔社区团体呼吁摩顿诗议员 为万圣节服装道歉 CDC说 在新冠大流行期间 错过了2200万次疫苗接种后 全球麻疹疫情引线 2021年波士顿之术 圣诞树抵达波士顿广场 麻州已成为最新一个 向所有18岁以上居民 开放新冠病毒加强针的州 麻州州长查理贝克星期四说 从即日起 任何18岁以上的人都有资格 在接受辉瑞或摩登纳疫苗 第二剂后的6个月 或接受强生公司单剂量疫苗后的2个月 获得新冠加强针 在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建议之前 麻州成为第13个将新冠加强针 扩大到更多居民的州 该建议目前正在审查之中 在上周 加利福尼亚州 新墨西哥州 阿肯色州 西弗吉尼亚州 和科罗拉多州的州长 已将接种范围扩大到所有成年人 而无需等待联邦政府的批准 根据州长办公室的说法 居民可以从1000多个地点获得加强针 现在可以在麻州各地预约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建议 允许混合和匹配不同的新冠加强针 符合条件的人可以选择 他们接受哪种疫苗作为加强针 然而 一些全国性的零售商 可能并不完全赞同 麻州扩大加强注射人群的决定 Vogreen和CVS都表示 公司将遵循FDA和CDC的指导 在麻州等待州长查理贝克 宣布是否寻求连任的时候 一项新的民意调查发现 支持率略有上升 但与去年相比仍明显下降 在阿末斯特大学和WCVB的调查中 56%的人表示他们认可贝克所做的工作 这比3月份的52%有所上升 但上升幅度在民调的4.3%误差范围内 贝克在2020年8月的支持率为78% 这项针对750名麻州居民的新民调 是在11月9日至16日进行的 贝克于2015年首次上任 并于2018年连任 几位民主党人和一位共和党人已经宣布 他们打算在2022年竞选州长 但贝克仍然没有说他是否会发起连任竞选 虽然贝克是共和党人 但最新民调发现 他在民主党人中的支持率高于共和党人 他在自称是温和派的人中的支持率 也明显高于自称是自由派或保守派的人 贝克的总体支持率 与其他对麻州有影响力的州和国家领导人相似 该民意调查将拜登在麻州居民中的支持率定为56% 并发现参议员马基和伊丽莎拜沃伦的支持率均为54% 自以前的民意调查以来 选民对州和国家的经济看法有所提高 自3月以来 对麻州经济的积极情绪上升了11% 对全国经济的经济情绪上升了12% 摩顿市的一名市议员正面临着维权团体的严厉批评 因为网上出现了一张他在万圣节期间装扮成Workids of Asia员工的照片 这家佛罗里达州的水疗中心 在2019年与爱国者队老板罗伯特·卡夫的一起卖银案有关 第八区议员贾德安·西卡戴着一顶竹制帽子和一件Workids of Asia的T-shirt 站在一个戴着爱国者队帽子 运动衫和飞行员是太阳镜的男子旁边 另一位议员确认该男子是西卡的丈夫 十多个团体签署了一份声明呼吁西卡道歉 其中包括大摩顿亚裔社区联盟 亚裔社区发展组织 乐意美国人发展倡议和中国进步政治行动 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痛苦不是一种装扮 声明说 其副本已于周三发给《环球报》 我们的年轻人 特别是我们的年轻女性 不应该看到自己被我们镇上的民选官员 以这种方式代表和嘲弄 这是种族暴力 挪用亚洲人的身份供人取乐 西卡在市议会的一些同事 以及该市的立法代表团 星期三发表声明 谴责他选择的服装 并呼吁他道歉 西卡在周三的声明中说 他可以而且会做得更好 并补充说 他对两年前的服装选择进行了反思 现在看到穿上以任何方式描绘 另一种文化的服装都会造成伤害 摩顿是一个只有六万多人的城市 有大量的亚裔人口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 2019年的亚裔人口 占其人口的22.5% 倡导者还表示反对照片中 对亚裔女性的过度色情化 他们说这可能会引发 像三月份亚特兰大枪击案那样的悲剧 这些团体呼吁西卡道歉 并说他们要求他 支持他在摩顿的移民 有色人种选民的政策和计划 由于新冠大流行 全球估计有2200万婴儿错过了麻疹疫苗 全球卫生官员警告说 必须采取关键措施 防止二次大流行的发生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全球免疫主任凯文凯恩 在周三发表的一份 准备好的声明中说 我们现在必须采取行动 在旅行和贸易恢复到 大流行前的水平之前 加强疾病监测系统缩小免疫差距 以防止致命的麻疹爆发 减轻其他疫苗可预防疾病的风险 根据CDC的数据 美国上一次大范围的麻疹爆发 发生在2019年 当时报告了1200多个病例 据报道 与2019年相比 2020年接种这种潜在致命疾病疫苗的婴儿 估计少了300万 同时 只有约70%的婴儿接受了两剂疫苗 这大大低于CDC和世界卫生组织 认为的95%的预值 这是保护社区免受爆发的必要条件 此外 根据CDC和WHO的数据报道 新冠大流行迫使原定在 23个不同国家开展的 2020年麻疹疫苗活动推迟 这意味着9300多万人容易感染这种疾病 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 麻疹被认为是世界上传染性最强的人类病毒之一 但仅在过去20年里 其疫苗就避免了约3000万例死亡 这些机构表示 2020年全球估计有750万人感染麻疹 导致近6.1万人死亡 将在即将到来的假日季节 在波士顿广场展示的圣诞树 于周四抵达波士顿 这颗来自新斯科社省的 长青圣诞树的年度礼物 在警察的护送下 于中午时分抵达该市 今年是第五十次捐赠圣诞树 纪念斯科社省和波士顿人民之间 104年的友谊 波士顿官方的2021年圣诞树 是一棵有60年树林的48英尺的白云山 来自新斯科社省布雷顿角的奥兰治戴尔 为了修剪这棵树 并确保它占的笔直 需要一队人一整个下午的工作 这棵树是由一个非盈利组织捐赠的 该组织为残疾人创造安全 支持性的家园和有意义的工作 这棵树将在12月2日星期四被点亮 届时波士顿市将在波士顿广场 举行官方点数仪式 这棵树是新斯科社省每年送给该市的礼物 以表示对波士顿在1917年 哈利法克斯爆炸后的帮助的感谢 1917年12月6日 两艘船在哈利法克斯港相撞 引起了毁灭性的爆炸 造成近2000人死亡 另有数百人严重受伤 无家可归 随后 波士顿在灾难发生后的一天内 派出了一列满载物资和应急人员的火车 以上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